时间是比较晚的,在1998年中国的第一条高铁才建造出来,当时列车的行驶速度最快只有200千米每小时,更寒暄的是当时的X2000高速动车组还是从瑞典租赁的。 不管怎么说吧,属于中国的高速铁路已经开始发展了,恐怕谁都没有想到中国后发先制。 尽管开始发展高铁的时间比西方发达国家晚,而且国内的地理环境也没有西方国家理想,但是截至到2019年的年底,中国的铁路营业总里程达到了3.5万千米。 这个长度是世界第一,以前咱们自己的高铁还得租人家的,但是现在咱们已经开始帮助其他国家修建高铁了。 1998年,高铁的最高时速是200公里,现在复兴号高铁轻轻松松就能时速350公里,不得不说这个进步是很大的,而且中国超级高铁即将面世,加上液弹速度竟然能够超过飞机。 外国的很多网友都表示,这也太疯狂了,这是怎么一回事呢,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 在四川成都有一个研究所,他们研究的就是磁悬浮列车,为此专家们做了一个玩具模型,在这个模型上添加液弹,这个模型就能悬浮在轨道上。 这时的阻力是零,不用其他的动力,只需要手指轻轻易推,这个模型就能在轨道上悬浮行驶。 专家表示,未来磁悬浮列车时速能够达到1000公里,比飞机还要快。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,我们下期再见。